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新春环游界迎来了活力四射的印唐少女303,周深陈朱玄首次合作,晚辈的唱功被认可他俩的天籁合唱,值得单曲循环。春游家族同样带来了精彩的表演,范晨晨贾玲相视一笑有点甜,家范姐弟手牵手,粉丝们突然想恋爱了,又是羡慕贾玲的一天。 印唐少女综艺首秀还能跟前辈一起合作表演,这个通告绝对值了,贾玲气场全开,印唐少女全程伴舞,现场气氛燃到炸。 贾玲不但变身,灵活的胖子还跳出了民族舞的感觉,范晨晨跳舞与团伙,服希希帅出新高度。 希琳娜一高的单人solo,好听到耳末发酥,高级欧美嗓太有质感了。 杨迪也给大家带了惊喜,站在王一锦的身边,杨迪的颜值瞬间被拔高了。 不过最有看点的肯定是两个合唱舞台,特别是周深陈朱玄深情合唱《眼泪成诗》,杨迪居然听哭了。 舞台下的周深是调皮鬼,对待舞台却极其认真,哪怕是综艺节目,周深也会一丝不苟。 排练的时候,周深手把手一字一句的耐心指导,为了更加突出陈朱玄的嗓音特色。 周深还临时更改了歌词和编曲,粉丝们也替玄姐感谢前辈的指点和照顾。 周深一如既往开口贵系列堪比式行走的修音机。 既干净又空灵的声线就像是被天使吻过一样。 陈朱玄的嗓音同样婉转、干净,他俩的合音部分莫名的好搭。 周深很照顾晚辈,合唱部分是心甘情缘的当绿爷。 一个身形款款,一个柔情似水,既有层次感又有代入感,天籁之音也不过如此。 陈朱玄不愧是女团实力大vocal,迷人声线太漂亮了。 唱歌情绪也非常到位,再加上周深老师的最强辅助,每个音符都唱进了听众们的心坎里。 闭眼聆听,莫名很感动,不自觉就会沉浸其出。 张迪也是很感性的人,居然就听哭了。 周深陈朱玄版本的《脸泪成诗》绝对值得单曲循环。 陈朱玄虽然是新人唱歌,却得到了周深的高度肯定。 周深毫不吝啬的夸奖,感觉还不错,我俩的声线也蛮搭的。 确实他俩的合唱有点梦幻,天气十足,又充满了国风味道,像极了大制作电视剧的绝美OST。 粉丝们也期待他俩能够再次合作。 范晨晨、贾玲合唱的有点甜,同样碰撞出了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范晨晨可甜可言,安静唱情歌居然唱出了诗意般的浪漫。 这所谓最怕rapper唱情歌又帅肉酥的小甜豆,就连贾玲看了都会脸红。 范晨晨、贾玲相视一笑有点甜,加范姐弟手牵手唱情歌,满屏都是粉红色。 粉丝们非但没有吃柠檬,莫名的喜感甚至让人抢谈恋爱了。 加范姐弟的一顶设计糖分超标,高甜对视太有那味了。 说实话,范晨晨跳情歌好听到有点上头太个人心动了,难怪粉丝们希望他多唱情歌。 周深Superstar唱跳MV,镜头感十足,就是体力太差,跳舞跳不动。 一直以来,周深在大家的心中都是唱歌很棒,但是不是特别会跳舞的优秀歌手。 有一次跳N song的时候,手脚不协调还跳到顺管,但是越不会跳,旁门人就越想看他跳。 这波,在新一期的青春环游季当中,周深就被安排在了一旁跳SHE的Superstar,一边寻找镜头。 故作严肃的周深在音乐响起的瞬间,突然就摆摆摆起来了。 跟随着节奏,迈着轻快的步伐开始穿梭在各个摄像头之间。 不得不说,周深的镜头感真的很强。 虽然第三方世界上是晃悠悠的,动作让周深有点迷失了方向, 但是在主镜头下的周深的表情却把握得很到位,极为欢乐。 看到周深这么能跳,举镜头的摄影师和周深也开了个小玩笑, 带周深去室外呼吸了一下新鲜的空气。 可惜临时报复起来的周深到底是体力不够。 在空旷的环境的时候,歌声喘到不行, 最后甚至直接泪趴到了地上,一心投入音乐,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周深一直都是靠着自己独特的歌喉来吸引粉丝的, 他也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歌唱之中。 以至于音乐以外的世界,周深几乎没有太大的了解。 不久之前,周深便连续犯了脸盲,没认出张雨琪,也没认出万倩, 连续得罪了两位姐姐的周深,求生欲麻麻。 被姐姐们发现了之后,立刻带上了彩虹屁小作文。 看得出来,虽然周深一门心思扑在了音乐之上, 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了周深的情伤以及有趣的灵魂。 不过如果放的不是照片,而是姐姐们的歌, 没准周深就能够秒认出来了。 跳舞什么的,简简单单跳吧。 说是不会跳舞,周深私下还是有偷偷练过一些的。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周深唱《达拉崩巴》的时候, 顺带跳的急了进土,惊艳全场。 短短的几步蝴蝶,不,不知道周深练了有多久。 可惜到了《千秋寒游记》的周深,体力又推了回去。 从大鱼到达拉崩巴,周深不断的在超越自己, 也尝试了不同的各种的风格。 在镜头前蹦蹦跳跳的周深也很可爱。 不知道以后周深会不会从音乐当中分出一点点的经历, 然后给粉丝们展现一个活泼可爱,会唱会跳的大男孩呢? 出发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给出宝贵的赞。 也许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